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我们每个人都向别人借过钱 也都借过钱给别人 那借钱的话题是三天三夜都谈不完 那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借钱 结果朋友成为了敌人 亲人变成了仇人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借钱的这个话题 钱我们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佬们都是如何说的 第一,钱借出去是人心 收回来是人心 曹东方说最好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那要借最好就是送给他 觉得他可怜 那朋友之间不要借钱 不是朋友 那就更不要借钱 没有必要 钱借少了不还 大不了我们损失点钱财 但是借多了不还 甚至连命都会丢掉 那曹德旺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一语点喜梦中人啊 曹德旺从穷人家的孩子 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路打拼 而成为了玻璃大王 那相信身边向他借钱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曹德旺肯定也借过很多的钱给别人后 才有此感悟 所以说朋友之间什么关系都可以有 唯有金钱关系不能有 那什么兄弟 勤血 原亲 这些在金钱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 大一哥朱志文在成名以后 就是因为借钱给村民 从而让村民啊一度的嫌弃 那很多村民借了还要借 狮子大开口 那一张嘴就是几十万元 不借还顺利朱志文不够意思 那有的时候 钱借出去是人心 收回来真的是人心 第二 借钱给别人就别想着要回来 王健林说 我办公室保险柜里面经常都要放一些钱 因为经常会有人来找我 说是我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 王健林说 我连想都想不起来他是谁 他就说是有困难要找我借钱 那王健林呢 毕竟是商场中的高手看透了人性 那此时他想都不会去想 就会从抽屉里拿点钱给他 让他马上走人 王健林说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会还我 那身在商场当中多个敌人永远不如多个朋友 王健林更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呢 他就会舍小利而求大财 那当然相信这些借钱的人也都是借些小钱 那如果真的要向王健林借大钱 我相信王健林他也会三思的 那这就是一种借钱的格局 王健林这不是在借钱 而是在给钱 那这样就不会让小事来麻烦自己 那如果借出去的钱 老是想着他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们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不要借了 那因为钱借出去最后只会让我们伤神又伤心 第三根本就不要借钱给别人 那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和麻烦 那当然最后也都会得到解决的办法 那无非就是有钱是有钱的办法 没有钱呢 是没有钱的办法 所以啊 当别人向你借钱时 那你要学会助人不饶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觉得借钱会让自己很为难 那最好就不要借给他 那不借给他最多只会说你一脸句坏话 但是不会和你变成仇人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像曹德汪所说的一样 那如果你觉得他很可怜那你就给他不要借给他 那因为借你总会想着他什么时候能够还给你 而给呢则不需要他还的 那这样你也就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惦记来让自己烦恼 烦恼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事情的结果没有达到你的心理预期 那你没有预期了 当然也就不会烦恼了 借钱借人性 我们不要把别人想的太好 当然我们也不要把别人想的太坏 那借了别人的钱 有时也不是你不想还 而是因为生活所迫 那信用是和你的能力相挂钩的 那当你没有相匹配的能力时 那说好的还钱时间 你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去还钱了 那所谓的人性 此时此刻也就呈现出来了 那穷人 我们不要只学着如何去介于 而要学会啊 如何去钓鱼才行 那生活在这个社会 富人不会借钱 而我们穷人也不要轻易的去借钱 那双方少一种金钱关系的往来 我们则会少掉很多的烦恼 当我们学会自己去承担责任时 我们才会慢慢的长大 你对借钱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